第2場4班1千米 相對比較雲巡的賽事 有些好一點的馬又撿了一個內蕩 我又不太喜歡 所以傾向選擇外蕩的馬 先說13號寶貝爾 田泰安蘇惠賢 這個組合剛剛背了一次飛 那隻暫光追星熱滿丁了 這隻寶貝爾 看看會不會加一些功課 先說這隻馬 上場是久休復出 休復出了很久 很久初出 撲起來的勢勢是強的 走進懶位 這次復誤 田泰安繼續摸著他 心中有馬 看見泥澤 大圈都交由他包辦 跑三季都未出過頭 今季復出一出又好表現 希望可以贏到頭馬 即是養了三季都未有頭馬交出 如果今場或未來幾場不贏 那些馬之後都是用來做腳 有些水準不差的 1號的行星夢 跑兩次都堅 一出就即贏 勁跑王 那一場 那一場都是一面倒熱門 輸給亮化寬藤 就突如其來 即是很神的馬 今次縮下1,000 我覺得尼馬斯是有些特別容易的 那我看見他撿個眼罩 幸好就撿個十一檔 那我覺得他應該可以帶來正面影響 近來操練都是從重量為主 不要快跳 那看看縮下1,000 應該會有些少許的賠率 那我覺得他有機會挑戰一下頭馬 2號的開心人生 上場很明顯 彭國是個人不適應的場地 基本上是游馬可 你當他沒有跑過 那樣是涼涼是馬 那你再看前一次 莫雷拉跑追上來的勢 多強 那今次過回來田草1,000 是搏一些賠率 但放了潘頓上去 撿個十三檔 可能就會 未有想像中的8倍、9倍 我想這些馬大約5、6倍 都直撿個WIN 當然看看臨場的馬對不對馬 這隻馬 都不是那麼容易跑的 但這隻馬是有 狀態是好的 7號的連連豐收 就放在松花操號 來的了 試兩顆松花炸 800米 1000米 都贏的 那麼 放到莫雅上去初出 那麼 連馬斯剩下兩期 應該今次過年初一 就開始又來了 那選完這四隻 其實都有一些 無敵勇士 中歡笑 可以留意一下 那這兩隻 都撿個一二檔 就算是一般 那 中歡笑 上場都上名 那麼 上場就輸給二話不說 那麼蘇紹輝騎 那麼 蘇紹輝今次就不騎 騎了那隻無敵勇士 都是一隻 跑得 即是你輸給全城 你設全城上班都再贏 那麼 那麼 覺得他是蘇紹輝簡騎 但是 雖然是執過一檔 雖然上次也是執過內檔 克服到 看看今次 但是有時候蘇紹輝跑得怎樣 就是 孤靈精怪 那樣 你自己投場 再看看賠得對不對班 那些範圍寬的場合 我都不是說信心太大了 暫時提供了13號的寶貝兒 跟著1號的行星夢 2號的開心人生 7號的年年豐收